香煎无咸草,用好皆是宝 大家好,我是香香 今天跟大家分享农村一名新植物 这植物啊,我们当地称它为药中之王 它的用途非常强大 不过现在这植物越来越稀少了 因为很多人都会采挖这种植物拿到市场上去卖 都能够卖到60到80元一公斤 但是很多不了解它,却把它当成了杂草 其实它隐藏着很强大的作用 在生活当中运用是非常广泛的 注意看,它叶片细长,摸上去非常的光滑 纹路也很清晰 为百合科长绿攀岩植物 多生于山坡或林下 它的要用价值主要是在于它的根部 但是采挖这种植物也是比较的困难 因为它长得非常的深 它的根部在生活当中运用的非常广 药店也是紧俏的中药 自然价格也是特别的高啊 正因为它的用途非常的强大 所以被我们当地称为药中之王 不知道大家家乡现在有没有这种植物呢? 下次看见可以挖鞋回家备用哦 你们对土芙林还有没有其他的见解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